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其中的一辆车上呢 坐着一个年轻的贵族 这个年轻人啊 就是齐国的公子小白 在他边上的一辆车上呢 坐着他的师父报书雅 最近啊 他们得到了消息 齐国发生了内乱 公孙无知杀死了国军齐湘公 自立为国军 不久以后呢 齐国人又杀死了公孙无知 现在呀 齐国是一片大乱 出于一种国军缺位的混乱的状态 这个齐湘公啊 他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公子小白 一个叫公子鸠 这两个人啊 他们都有继承国军 军位的权利 他们分别是住在 齐国和鲁国 齐国国内的 国士和高士 这两家贵族啊 他们都支持公子小白 所以秘密的派人到举国去 通知公子小白 说你快一点回国吧 而鲁国人呢 则支持公子鸠 以武力护送他回齐国 希望他能够继承 齐国的军位 这双方啊 就展开了竞赛 公子小白这些人 正急着赶路 突然前方 腾起一阵烟尘 原来啊 鞋子里杀来了一支队伍 领头的那个人呢 正是公子鸠的师父 名叫管仲 他专门带了一支军队啊 来截杀公子小白 只见管仲 站在车左的位置 威风凛凛啊 看见小白张弓大剑 一剑就向小白射过来 正中小白 衣袋上的一个小钩子 这管仲远远的呀 他也看不清楚 他以为小白死了 所以啊 他就收兵回去了 他派了一辆跑得最快的战车 飞奔回鲁国 报告了小白的死讯 鲁国人听到小白死了 就不着急了 于是呢 不慌不忙的 送公子鸠回齐国 走走停停啊 一路上用了六天时间 才到齐国 没想到到了的时候呢 公子小白早已经提前赶到 被立为齐国的国君了 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公子鲁州啊 他的母亲是鲁国的女人 如果立他做齐国的国君的话 将会给鲁国带来非常大的政治的利益 所以鲁庄公亲自带兵 要护送他回齐国 但是现在没想到啊 在竞赛中间晚了一步 所以鲁国人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但是鲁国人不甘心啊 鲁庄公可是带着兵来的 他就想用强力把公子鸠推上军位 但是现在小白他已经当了国君了 他当然不甘心 就这样失败啊 他发动他的军队来和鲁国的军队 进行一个对抗 双方在齐国的干石这个地方 展开了作战 结果这么一打呢 鲁郡大败啊 鲁庄公都差一点自己被俘虏了 他换了一辆车逃跑 然后他的御者和车佑 驾着他的车呢 打着他的旗号 从另外一条路逃跑 把齐军的追兵吸引开 鲁庄公这才得以逃了一命 但是他的御者和他的车佑就被俘虏了 鲁国呢 刚刚吃了败仗 而且又看到现在小白已经坐稳了军位 木已成舟啊 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所以呢 也不想再打 就屈服吧 于是他们就只好按照齐国人的要求 就把公子鲁杀死了 又把管仲送回了齐国 这个豹书牙啊 他就对齐桓公小白说 他说这个管仲啊 有惊天伟地的才能 如果你要想称霸诸侯 非用他为国相不可 齐桓公啊 他非常恨这个管仲 就在前不久 管仲差点把他射死了 但是呢 这个齐桓公虽然很年轻 但是呢 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 政治家的博大的胸襟 他不计前嫌 就释放了管仲 而且任命他做执政大臣 管仲啊 也感到非常的感动 哎呀 这个小白真是了不起啊 所以呢 也就忘记了 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 尽心竭力地辅佐齐桓公 为他治理国家 齐桓公呢 也始终如一地信任管仲 那么齐桓公这个人啊 他毕竟是年轻气盛 而且人又着急 他一上台啊 就想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 来成就霸业 管仲就劝谏他 就说国君啊 现在还不行 但是齐桓公啊 他不听 尤其是前一年 鲁国曾经打过齐国 所以到了第二年呢 公元前的六八四年 齐桓公就派军队去讨伐鲁国 在鲁国这一边呢 鲁庄公也感到很不爽 他说我已经按照你们齐国的要求 很不情愿地杀死了公子鳩 你还不放过我们鲁国 那怎么办 我们鲁国呀退无可退 那也只有拼死一战了 在这个时候啊 鲁国有一个世人叫做曹贵 他就请求入见鲁庄公 曹贵一进去啊 和鲁庄公君臣二人 相谈甚欢 曹贵他就说呀 鲁庄公能够为自己的百姓 尽力那么百姓呢 也一定会支持国军 这样就有了上下一心 团结抗敌的一个基础 曹贵还请求鲁庄公 说如果您要上战场 请让我和您一起去 鲁庄公啊 就让曹贵和他同车前往 而且因为鲁庄公 对他非常的信任呢 对他是言听计从 所以事实上 这一次的战役 曹贵就是鲁国军队 真正的指挥官 双方在鲁国的长韶 这个地方展开会战 年轻气盛的齐桓公 在即位后不久 便马不停蹄地发动了 对鲁国的争讨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齐国 鲁庄公即便知晓自己国家 与齐国的实力差距 依然做出了与之对抗的准备 也正是这一次的反击 让齐桓公尝到了挫败的滋味 那么齐国和鲁国究竟是如何对战的 曹贵帮助鲁国取胜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按照当时一般作战的程序呢 就是双方把阵势摆好 同时击鼓 相向冲杀 决一雌雄 那么这种硬碰硬的 这种作战的方式啊 非常的枯燥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定是军队更多 更强大的那一方 要占便宜嘛 而事实上 当然鲁国的实力 要弱于齐国的 如果这样打的话呢 鲁国大概率是又要吃一次败仗了 所以曹贵啊 他很聪明 他想了一个 不一样的作战的方案 当鲁庄公要按照程序 开始击鼓进军的时候 曹贵阻止了他 说军上请等一等 他要鲁庄公啊 说我们先不冲击 我们先稳住阵脚 扛住齐军战车的进攻 好 那另外一边呢 齐军就击鼓冲锋了 冲了三次 也没有能够撼动鲁国的军阵 这个时候曹贵就对鲁庄公说 现在您可以击鼓了 这鲁庄公啊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听见曹贵这么一说 开始奋力击鼓 鲁军呢 在鲁庄公的鼓声的命令和激励下 奋勇地冲杀 一次冲锋就把齐军打垮了 鲁庄公啊 一看打败了齐军 非常的高兴啊 马上就要命令鲁军追击 这一次啊 曹贵又阻止了国军 说 现在还不可以 他就下了车 仔细地去观察 递上齐军的车折印 然后又登上车室 去向远处眺望 这个里面啊 就牵涉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地上的车折印 一个是车上的士 那么折呢 很好理解 就是车轮在地上碾压的痕迹 那么士呢 咱们可能很多观众 就不太熟悉了 士 就是在车厢的前方的一根横杆 再准确一点说呢 它是一根棍子 两边揉弯了 把它插在车厢的两端 中间横过来 这样车上的人呢 可以用手握住它 以维持平衡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这个车室的高度呢 离车厢的底部 大约是40到65厘米之间 不算很高 那么如果车上的人 要去握这根士呢 得弯一点腰 那么您可能就问了 那为什么把士做这么低啊 坐高一点不是更舒服吗 坐高一点确实更舒服 人握持起来更方便 但是它也有一个大缺点 就是它挤占了车厢里面 本来就非常有限的空间 战车它是要作战的呀 那么打起来的时候 车左弓箭手 它要拉弓射箭 车右 它要用长杆兵器 挥舞着和敌方作战 如果车室太高了 他们就都不方便了 所以车室不能坐得太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了 在真正的战场上 当兵车真的跑起来之后啊 车上的三名武士 他们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真正用手去握着这个车室的 因为他们两个手啊 都不闲着 都有活要干的 最多呢 也就是用腿部 去抵抗一下这个车室 免得向前面栽倒 这个呀 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 这也是当时车兵 必须要进行训练的 一个基本功 让我们再回到曹贵 曹贵登上车室 向远处 瞭望齐军 然后下来之后 对鲁庄公说 军上 现在可以追击了 于是鲁庄公 下令追击 这一次长韶之战 鲁军打得非常漂亮 大败齐军 回去以后呢 鲁庄公非常高兴 但是 他对于几方 为什么会胜利呀 并不是特别明白 他对于曹贵的指挥的逻辑 也不是特别的理解 所以 现在 空下来了 他就好好向曹贵 请教一下 先生啊 您在开始 为什么不让我击鼓呢 曹贵就回答说 福战 勇气也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 笔劫我赢 顾克之 作战啊 靠的是勇气 第一次击鼓的时候 战士们的勇气 是最旺盛的 体力 也是最充沛的 这个时候 军队的战斗力最强 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呢 勇气就已经有些减弱了 如果到第三次再击鼓 勇气就已经衰竭了 我方先不击鼓 让齐军先击鼓三次 三次之后 他们的勇气已经衰竭 而我方的勇气呢 正在不断的聚集和充盈 这样 我方第一次击鼓 正好冲杀过去 就可以把齐军打败 鲁庄公觉得茅塞顿开啊 他又问 那为什么后来打败齐国人之后 您开始不让我追击 而是要观察了以后再追击呢 曹贵就又说了 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呀 军事谋略是很难预测的 不容易被我们鲁国这样实力比较弱的国家击败 而居然被我们击败了 这一方面固然值得欣喜 另一方面呢 也值得我们警惕啊 我们哪里知道 他这是真败还是假败 是不是后面还有埋伏 引诱我们追击 让我们上当呢 所以我得观察一下 我先下车去看他们的车折印 如果他们的车折印 是非常整齐的 行列之间没有互相交错 那就说明他们的撤退啊 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次序的撤退 并不是被我们击败了 而匆忙的慌乱的撤退 那在我一看之下呢 他们的车折印完全是混乱的 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失败 各车之间啊 完全失去了次序 是夺路而逃 另一方面 我又登上车市向远 眺望 这一回主要是看他们的旗帜的情况 他们的旗帜都已经倒在车的后面 那就说明旗帜已经没有了在挥舞指挥的功能 也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败退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可以追击齐军 放心大胆了 曹贵论战是春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通过左传的记载呢 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许多当时车战的情况 但是毕竟啊 左传的记载太简略了 很多细节的东西并没有提供给我们 所以我们并不了解当时齐军是怎么冲击鲁国的军阵的 而鲁国人又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扛过齐军的三次冲锋的 所以啊 这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以索解的一些难题 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吧 长韶之战不仅塑造了曹贵族制多谋的个人形象 为后人津津乐道 也在鲁国的发展历程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使齐桓公快速认清自己与现实 为后续的称霸事业指明了方向 那么守长拜祭后 痛定思痛的齐桓公又是如何历经图治 并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的呢 长韶之战是齐桓公执政早期的一次军事的挫败 这次败呢 对齐桓公来说也不完全是坏事 因为让他冷静下来 让他变得成熟起来 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 我们先把国内的建设搞好 所以他休明内政 发展经济 他还加强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和训练 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呢 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 齐桓公其实已经有了争霸的物质基础 但是他却不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冲动 他更多的是要依靠谋略 依靠会蒙的手段来争取诸侯的归附 齐桓公在政治上提出了尊王攘仪的口号 一方面 他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安定救助王室 另一方面 他邀请诸侯共同 传一支部队来对抗北方戎敌的侵扰和南方楚国的北进 这样的话呢 就获得了诸侯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北方的山戎 侵犯燕国 齐桓公就亲自率领军队去支持燕国打败了山戎 而敌人侵犯邢国和魏国 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去保护这两个国家剩下来的没有死的这些移民 然后为他们重建家园 没有过多久之后啊 刑国和魏国就都恢复了 左传是这样来记载当时这两个国家迅速的恢复元气 人民安定喜乐的情景的 行迁如归 魏国忘亡 刑国迁居了之后呢 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而魏国人民安居乐业 好像也忘记了王国的伤痛 祝燕 存行 就位 齐桓公通过这些行动啊 获得了非常崇高的威望 中原诸国都倾心归附 这个时候呢 南方的楚国也崛起了 不断的向中原这边渗透 多次进攻郑国 公元前六五六年 齐桓公邀集了 鲁 宋 臣 魏 正 许 曹 七个国家 组成了诸侯的联军 一起呢 向南方 讨伐 楚国 那么 楚国呀 有点扛不住 就向后撤退 最后呢 派一个使臣 叫做屈丸 到齐桓公 联军的大营中间去谈判 好 齐桓公就把诸国联军 完全摆开 形成威武的战阵 他自己呢 和楚国的使者屈丸 同乘一辆战车 去阅兵 就是向楚国人炫耀武力 最后楚国人还是被威慑住了 一起和诸侯 在少林这个地方 举行了会盟 虽然这一次呢 没有能够完全压扶住楚国 但是也让楚国被迫后退 暂时呢 不敢窥视中原 中原诸国呢 就获得了安全 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召集诸侯 在奎丘会盟 齐桓公要与会的诸侯啊 和他一起 定立盟约 大家一起约定 我们互相之间 不要攻伐 要和平共处 要亲如一家 至此 齐桓公的霸业 达到了鼎盛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齐桓公称霸的这个过程啊 他实际上发动的大规模的战争 是非常之少的 他更多的是通过 谋略和外交的手段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的这种圣战的行为方式 既减少了双方的损失 又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非常符合后来兵圣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样一种思想 又符合儒家崇尚礼义的理想和仁爱反战的精神 所以得到了儒家的称领 齐桓公和管仲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策略得当 能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呢 也是和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还有当时的战争理念是有关的 在齐桓公所在的春秋前期啊 当时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战争呢 规模还不是特别的大 战争的目的呢 往往也是要让对方屈服 而不是要彻底的消灭对方 那么齐桓公这样一种 很少使用战争的这种称霸的方式呢 虽然有它的很大的优点 但是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就拿楚国来说 齐桓公对楚国呢 只是进行军事威慑 让他退缩回去 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 虽然诸侯联军这一边保存了实力 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 但是对手楚国那一边 他的实力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当齐桓公死了以后呢 楚国人很快就卷土重来了 齐桓公这一生啊 还是过得轰轰烈烈 他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真正的霸主 但是他死了之后呢 朱公子争立 齐国很快就陷入内乱 那么齐桓公辛辛苦苦建立的霸业 也就迅速的消亡了 齐桓公去世 一代霸主就此陨落 而他的子孙后代 不仅没有延续齐国的霸业 相互之间更是兵戎相见 但是 实事造英雄 春秋的历史舞台上 多得势能仁义势 宽厚仁义的宋湘公 便在此时快速崛起 成为春秋历史上 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 那么 宋湘公因何崛起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 宋湘公又霸业梦碎呢 请继续收看 北京大学赵长中副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春秋车战第五集 齐桓宋湘 在齐桓公还活着的时候 曾经把他的太子昭 托付给宋国的国君宋湘公 那么现在朱公子打成一团 互相争立 宋湘公呢 就率领诸侯的联军 把太子昭 给送回了齐国的国内 平定了齐国的内乱 那么太子昭 在齐国即位以后呢 就是齐孝公 通过这个事件啊 宋湘公获得了非常高的声望 要说这个宋湘公啊 他名叫姿府 最初是颇有贤名的 他的父亲是宋桓公 宋桓公病重的时候 就把他的太子姿府叫过来 就说我不行了 可能要你来继承军位了 姿府就对父亲说 父亲啊 我推荐我的树兄 沐夷 他比我能干 他既年长又人厚 请求您立沐夷为继承人吧 宋桓公就把沐夷叫过来 说那我立你为继承人 怎么样 沐夷坚决不干 他说能够以国家相让 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情吗 而且呢 废敌立术 这也是不符合理智的 所以呢 沐夷赶紧就迅速地退了出去 后来宋桓公就去世了 太子姿府就继承了军位 就是宋桑公 这个宋桑公在公子沐夷的辅助之下 把宋国治理的是井井有条 但是啊 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一直梦想着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 所以呢 他不断地召集诸侯进行会盟 但是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现在的宋国 只是一个中等国家 并没有齐国那么强的国力 所以要当霸主 这确实是差点意思 宋桑公也知道啊 自己的实力不足 但是他又想当霸主 怎么办呢 他就以仁义为旗帜 利用他这些年积攒起来的一点名声 号召诸侯来跟他会盟 像这样一种称霸呀 是很难持久的 而且呢 从后来的现实的历史来看呢 宋桑公本人的能力和德性 也都不足以当霸主 有一次在会盟的时候 有一个小国 曾国的国君 他迟到了 宋桑公怎么对待他 居然命令诸国人啊 把这个曾国国君给杀了 这怎么能这么做呢 很多人就不高兴了 后来曹国对宋国觉得不服气 宋桑公他又很轻率的去发兵攻打曹国 搞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啊 这诸侯啊就离心离德了 所以宋桑公的霸业呢 实际上是没有能够成功 宋桑公这个人啊 就是虚荣心很强 好高悟远 是名不负实 他这是打肿脸冲胖子 这种虚假繁荣 是注定难以持久的 在公元前的六三九年 宋桑公在宋国的渝义 又举行会盟 向诸侯承认他是中原的盟主 尤其又想得到南方的楚国的承认 楚国本来就是非常强大的国家 当年被齐桓公所逼迫 被迫收缩回南方 现在齐桓公死了 这宋桑公呢 又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啊 楚国人就又起了 窥视中原的野心了 结果在这一次渝义的盟会上呢 楚国人直接就把宋桑公给抓起来了 并成事率领军队进攻宋国 幸亏啊 宋国国内还有公子木仪 这样能干的人 维护了宋国的安全 最后在鲁国人的周旋之下 宋桑公才被放回了宋国 这宋桑公啊心里憋着一股气啊 这一回这面子可是丢大了 那么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的终极决战 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公元前六三八年 宋国和楚国在洪水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 宋国军队在洪水的北岸先列好了阵列 而楚国的军队在洪水的南岸渡水而来 当楚国的军队渡水渡了一半的时候 正是最混乱的时候 宋国的司马看出了难得的战机 司马他就对宋桑公说 敌军人数比我们多 比我们强大 如果是面对面硬碰的话 我们肯定是吃亏 不如趁着现在他们渡水渡了一半 正是混乱的时候 我们主动出击 一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宋桑公他不同意 过了一阵 楚国人已经全部渡过洪水上了岸 但是还没有整顿好队列 司马觉得现在还有机会 于是又向宋桑公建议 我们现在打楚国人吧 但宋桑公仍然不同意 一直等到楚国人也整顿好了队列 宋桑公才命令击鼓进攻 双方这么一打 这弱小的宋军怎么打得过强大的储君呢 大败 连宋桑公本人大腿上都中了一箭 他身边的清兵是全军覆没 这一次作战 明明是可以获得战争的胜利 但是因为宋桑公坐势良机 导致了惨败 所以宋国人都非常的不满 但宋桑公他自己受了重伤 躺在病态上却不思悔改 他反而还有他的一套理论呢 他是这么说的 君子不重伤 不勤二谋 古之为君也 不以阻碍也 寡人 虽亡国之余 不古不成烈 君子呀 不会第二次杀伤敌人 就是已经受伤的 我就不再杀伤他了 对于那些头发斑白的老人呢 我就不俘虏他了 古代行军作战啊 他们并不依赖 显爱来获取作战的胜利 寡人我 虽然是久已灭亡的殷商的后代 却也懂得道理 不会去进攻那些 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呢 公子木仪 对宋相公的这番高论呢 颇不以为然 他就说 国军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呀 敌人处于显爱的地段 却处于混乱的状态 没有摆好阵劣 这正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呢 给我们一个战胜的机会 我们怎么就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去打败敌人呢 我们组织军队 教育士兵 先是要跟他们讲道理 让他们有敌忾之心 要他们有国耻的概念 进行了思想教育之后 还要教他们 作战的具体的技巧 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打败敌人呢 敌人受了伤 还没有死 那就说明还有战斗力 那怎么就不能够 再一次杀伤他呢 如果你要是联系他 不愿意两次杀伤他 那你干脆第一次也不要杀伤他好了 如果你联系他头发斑白 是个老人 就不去俘虏他 那你还打什么仗吗 你干脆就投降得了 我们行军作战 就是要利用一切的有利条件 去打败敌人 去消灭敌人 如果有险爱 可以为我方所利用 去阻击敌人 那我们当然要加以利用 如果敌人还没有摆好阵事 我们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去打败他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没有过多久啊 宋相公终于没有扛过去 伤重而死 和他一起带走的 也有他的那个 不切实际的霸主的梦想 而且宋相公的这样一种 始古不化的教条主义 也一直为后世所热议 实际上呢 宋相公的这种思想啊 并不是他一个人 这么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他是有他的历史的背景 和文化的积淀的 在春秋的前期 还是受到了古老的军礼的影响 双方作战啊 还是堂堂之阵 这样一种非常公平竞争的 一种方式 双方约定一个日期 都摆好正式 然后呢 同时击鼓 相向冲杀 这样的一种作战的方式啊 有的很强的城市性 甚至是礼仪性 不讲究这种诈尾的 这种手段 但是追求礼仪 传统和夺取 现实的胜利之间 这中间啊 是有着很多的 现实的矛盾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 越来越残酷 而战败的后果呢 就越来越难以承受 这个时候啊 这种崇尚礼仪的 这种古老的作战方法呢 慢慢的就要被历史所淘汰了 我们可以看到宋国的司马 还有公子木仪 从他们的评论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种务实的求胜的新观念 已经开始占据了主流 宋相公不知变通 呆守古法的作战方式 虽然可以获得少数的几个 不知事物的书呆子的 这种赞美 但是啊 他却给他的国家和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呢 直带变了 行为方式得变 思想方式也得变 我们要与时拘尽 不能够固不自封 更不能克咒求见 在汉代的著作 《淮男子 泛论训》中 有这样的一段论述 古代的讨伐别的国家 不俘虏杀害那些头发斑白的人 这是仁义的 但是在今天呢 却被所有的人耻笑 这就是说时代变了 评价的标准也变了 宋相公的霸业啊 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终结了 那么楚国获得了胜利 他的势力就弥漫于中原 那么中原诸国中 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国家 来作为霸主 来抵抗楚国的入侵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